第三十八屆 全四杯男子組國際籃球邀請賽 七日二十三號到三十一號 一連九天 在新莊體育館開打 今年中華隊陣容大喚血 有多位年輕球員跟旅外球員新面孔 這次終身帶旅美小將 泰雅族的陳寅俊 備受總教練青睞 將擔任先發 陳寅俊也已經做好準備 時間很短的字內 能夠達到我們球隊的化學效應 就是能夠在找到適合跟你搭配的球員 或是團隊戰術方面的演練 在練習上面都是很重要的 就是希望自己能夠在 今年球四杯能夠在球迷的面前 能夠展現自己在美國這幾年來的收穫 這場賽事也邀請伊朗 日本 韓國 菲律賓 美國等七隊參加 而中華藍隊這次老中青球員合作 有國際經驗豐富的球星田磊 阿美族的楊清敏 帶領中盛代球員阿美族的周一祥 泰雅族陳寅俊等人全面接班 渴望看見崭新的中華隊 第一年打SBL的包括周一祥 蔣玉安 都算就是一加入SBL就能夠進入中華隊 那陳英俊也是算是屬於大學的決證 所以在這個青年的這一代 我希望他能夠在這次窮十倍裡面 吸取很多的國際賽經驗 未來能夠幫助中華隊 在國際的籃球的排名上面有所進步 目前中華隊備戰狀況與氣勢都達到最高峰 也將增添這場賽事精彩度 今天我們在LULU台北市採訪不到